現在要去Dar Bazaar 我們在這個共乘技能之戰 它其實離Ashikaba市區有一段距離 還蠻順利的馬上就找到了去Dar Bazaar Dar Bazaar 兩個人 2人300人 我們現在來到了土木們最驚奇的景點了 最知名的就是這個 地獄之門 地獄之門 聽起來像很厲害 現在在我們眼前了 哇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要走進地獄了 走進地獄 哇 裡面全部都是在 一直燒的天然氣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海事滲滑的感覺 在我眼前上一直冒冒冒 因為這個 當時候是一個1970年代 蘇聯時期的時候 一個人為的探勘錯誤 造成了這個天然氣一直燒燒燒 最後就燒出了這個圓形 後來就變成土木們最大的景點 地獄之門了 這個如果下去之後 就變人體BBQ了 我是認真的 這個溫度是絕對是超過好幾百度 在這邊就感覺到 不能推豬 不能推我 保護豬 我找到SWIT SPA了 我找到SWIT SPA了 這邊超溫暖的 一直有風吹來 你剛才沒地方 這個也沒來 超溫暖的 全然烤箱耶 最中間的這個火也是非常非常旺盛 超溫暖的 我現在穿這個國外套 都不覺得太冷 哇 晚餐有BBQ chicken 然後還有一些蔬菜跟麵包 已經吃雞了 今晚吃雞 欸 你看那個地獄之門就在你後面耶 你在地獄之門前面吃雞腿 你太囂張了吧 你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們住到一個超懶的宅 超級冷 對不對 連竹竹這種 平常不太怕冷 睡覺的時候不怕冷的人 都被冷醒了 你有睡著嗎 沒有睡著但是都會一直醒到 一直被冷醒 我其實一看到那個月頭就知道 這個月頭我們完蛋了 但是那時候豬豬很有信心 豬豬說OK 那所以我們沒有下定決心 馬上離開 然後就整個被害慘了 然後這個晚上幾乎是沒有辦法睡著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業餘的 它就是一開始騎著一台摩托車 在那個洞口 問我們要不要住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沒想太多 然後就想說好不好 應該這邊都差不多 但其實它離那個洞口是 算最遠的Yurt 就是人也不在旁邊 然後我們請它多拿棉被它也沒拿 然後就是很薄的那種睡袋 非常不OK 這個Yurt真的超爛的 好冷喔 我們睡到真的是冷死了 根本睡不著 因為正常來說應該 他們會提供比較厚的棉被 然後有好幾層 但是這個Yurt完全沒有 奉勸大家還是找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Yurt Camp 結果我們剛才遇到的人 跟我們說靠近火這邊的Yurt才是好的 往後那邊都不好 現在是七點半 天才蒙蒙亮 你好嗎 這個就是高級的Yurt 一個人20美金 然後我們住的是10美金的 超爛的 來區南囉 天秤挑一出 這一隻會怎樣 BBQ 他們的冷藏 趕快 這還�不墜一隻N呀 其實這還不墜一隻NN 是人不墜一隻N そこの門有非常非常多的天然氣 你看他可以這樣子一直浪費 但是啊 因為總統 他實在是太 Langift滿30壤 浪費的 跟寸無戟了八四億美元 那現在呢 還不出錢來了 所以據說其實這個土庫曼天然氣 要整個把他賣給中國 當國家變成這種少數人掌控的極權國家的時候 就有可能發生這種事 而且他們這邊的人民平均起來 一個月的收入一兩百塊美金 雖然說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生活是沒問題 不過你不會感受到他們有多有錢 跟中東的這些石油國家完全不能相比 他們是政府有錢 但是人民非常的窮 這是今天的早餐 水煮蛋 麵包 美乃滋 吃飯飯 吃飯飯 冷死了 現在是零下 三度 超扯的 太冷了 現在要離開這個地獄之門 但是本來要跟他們一起坐那台車 但是他們已經滿了 所以我現在跟Yurt的老闆 他騎車載我過去主要的幹道上面去 好 我們現在又回到了最主要的幹道上面 從這邊到地獄之門大概有八公里的路程 然後現在這好冷喔 現在是負三度耶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等車 目前舉目所及沒有半輛座 三個人影都沒看到 對 所以這可能要等個一兩個小時在這裡 對 才會有巴士 OK 先這樣子 祝我們好運 好運 好運 我們滿興運的大概十幾分鐘就會撿上了 他們的車 他們的車其實已經湊出什麼東西 但是還是讓我們很酷 但很坐在這裡 這裡非常的小非常的緊 所以我們都只能盤回座 因為地上也疊滿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現在這都不是重點 我覺得因為外面真的太冷了 能夠進來到車子裡面就是一個最好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加油站 我真的是無法相信我看到的油價 你們猜猜看 九五一公升 九五五千汽油 要多少錢 真的是超級便宜超爆便宜的 沿路上啊 就是這種沙漠的地形 更有趣的是 你知道他們的馬路上啊 你真的可以看到野生的駱駝 中亞的國家我們看到野生的牛 野生的羊 野生的馬 但是我們從來沒看過野生的駱駝 我們現在來到大概一半的地方 我們來到一個小村莊 這邊 真的是 非常小的 當地人的村莊 你連這個招牌都不會看到 然後這就是土庫曼 他們鄉村的生活 其實就是真的很簡單 很簡樸的 一些東西 他們一早就開車過來 可能沒有吃早餐 所以在這邊喝點茶吃點早餐 我覺得他們的麵包 真的是每一個地方都長得不一樣 像土庫曼這樣長型的 可是我覺得沒有很好看 大家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剛才我們的生主就比了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Scott馬上拆水 有一隻小羊 妹妹妹 我們要殺萊姿 對不對 嗯 yes 嗯 OK 然後你自己說 你多邪惡 你說你覺得怎麼樣 你看 我以為她說 我小時候 等一下 我小時候 在耳朵裡噴到 神奈被割了 什麼 欸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耶 它不只 在我們 裡面的那個荒椒野外 還是我們吃這麼好吃的東西 嗯 它都有吃 嗯 你剛才還這樣子 講人家 我覺得你真的太糟糕了 我真的以為她是說這個意思 她是 她跟我們講話 為什麼會生在割掉 所以我剛才就是很迷惑 我就想說奇怪 你剛才有講話 然後你一定知道 然後她說人家耳朵 又生在割掉 那是什麼意思 怎麼可以有這種人啊 我真的以為是這個意思 你不覺得很像嗎 我小時候 我都知道 神奈被割 你真的太糟糕了 大家要嚴厲的譴責她 在留言區 譴責 毒褲賣人真的也是很好耶 我們搭便車搭一搭 然後他們就帶我們來吃這個 羊肉大餐 好吃好吃 剛好今天早餐沒有吃很飽 掰掰 滾啊滾啊滾啊 好可怕 哈哈哈哈哈哈 他們夫妻還特別為了 要把我們載到阿西加班呢 再多開了十公里 把我們載到這個市區外面的公車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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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隊友們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訂閱珠珠隊友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精彩旅程 一定要幫我們按讚喔 這隊友們來說非常重要 還要分享給你所有喜歡旅行探險的朋友 不喜歡旅行的朋友 也要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愛上旅行 跟我們一起出發 好那我們就下一個地方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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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